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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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得从1919年说起了 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巴黎召开和会 讨论处置德国等战败国的问题 要签署一份凡尔赛公约 民国代表就提出 日本在1915年通过不平等条约 叫民四条约占领了青岛 应该归还给中国 可是呢 英国美国等大国代表 并不支持这个要求 为什么呢 英国美国说 民四条约是有效条约 谁叫你当时跟日本签呢 签了就是有效的 那民国政府怎么办呢 当时民国政府代表特别着急嘛 就想了个有偿收回的办法 什么办法啊 给日本补偿 1914年日本出兵青岛 打德国的军费开支 然后呢收回主权 可是呢 当时与会的没有一个国家 支持这个办法 这样啊 所以没办法呢 民国政府从北京发密电 给巴黎的中国代表 说实在没办法就算了 签了吧 这民国政府也是挺无奈的啊 是啊 可是呢 这事让北京的国联同治会理事 林长民知道了 这林长民你知道谁吧 他是林慧英的父亲是吧 对 他立刻就写了一篇文章 登在当时北京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份报纸 陈报上了 他呼吁说 山东要亡了 同胞奋起 这篇文章把矛头直指当时民国北京政府里边 曹汝林等亲日派的高官 这一下呢 舆论立刻就炸锅了 那后来呢 后来就是五四运动嘛 1919年5月4号上午10点呢 被陈报的消息激怒了的 北京十三所大中院校的学生们 派出代表紧急磋商抗议政府的事 下午一点钟 三千多名学生汇集在天安门 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这么多学生参见啊 是 他们提出了外征国权 内逞国贼 取消21条 还我倾倒等口号 要求惩办曹汝林 陆宗余 张宗祥 三位亲日派的国府高官 据张国焘回忆呢 1919年5月4号 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们 从位于北京市区的北大旧校址出发 准备参加集会游行 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呢 气喘吁吁的追上来 苦口婆心 劝阻学生 他是担心学生的安全吧 是啊 张国焘就是这次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之一 他当时就对蔡元培说 蔡校长 这事跟你无关 你本来就不知道这件事 你不必干涉 就这样呢 蔡元培被游行的学生们给撵回去了 学生不听校长的话呀 这什么什么体统啊 是啊 当时游行的学生呢 高呼口号 一直走到使馆区 向外国使馆提交了一份陈情书 可是呢 使馆里边那些外交官 有的出门不在 有的闭门不出 所以呢 这份陈情书也没有提交上 学生们是憋了一肚子火 直奔曹汝林的住宅赵家楼 他们跑到赵家楼去干什么呢 他们要发些情绪嘛 当时碰巧呢 张宗祥在曹家串门 学生们把他痛打一顿 然后呢 放火烧了房子 这就是火烧赵家楼事件 这不是暴力行为吗 就是啊 所以呢 大总统徐世昌下令抓捕学生 当场就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 啊 原来这就是中共说的爱国武器运动啊 对啊 有点不可思议啊 是啊 这事发生以后呢 心急如焚的蔡元培 邀请了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 商量营救学生事 他当时就表示 为了使学生出监狱 他宁愿以一人抵罪 随后呢 他带领的校长代表团前往警察厅 教育部等部门请愿 要求立即释放被抓捕的学生 那结果怎么样呢 在连续奔波了两天以后呢 被捕学生终于全被释放了 还好学生都放出来了 那五四运动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嗯 这五四运动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后果 曹 陆 张三位高官相继被免职 总统徐世昌也提出了辞职 这样啊 是 6月12号以后呢 工人相继复工 学生停止了罢课 6月28号呢 中国代表没有在合约上签字 那青岛呢 青岛照样还是日本的 没有要回来 后来青岛又是怎么回来的呢 这个就是1921年的事了 1921年呢 美国牵头召开了华盛顿会议 并且呢 在1922年 迫使日本签署了 意在保全中国领土完整 经济利益各国均粘的九国公约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之下呢 日本服了软 在1922年2月4号 日本和中国签署了 解决山东问题悬案条约 这条约之后呢 日本从青岛撤军把青岛还给了中国 就是说美国帮中国要回了青岛是吧 嗯 没错 所以说呢 青岛的回归其实要归功于民国北京政府 成功的利用了各个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 从而使民国政府成功的收回了青岛 其实咱们现在一听就明白了 得到这个结果并不是中共宣传的 靠五四学生运动烧房子获得的 教印度哲学的大师梁肃明 在1919年5月18号发表评论说 五四运动并非一场公民行使宪法权利的运动 而是一场砸石头 放火烧屋 抡铁棒打人的暴行 今天的分亲闹剧原来是五四运动的方法啊 确实有这渊源 其实对于这个事呢 后来蒋介石也曾经指出 蔡元培在北大有些事情上做的不是很好 而且呢 很多地方自由的太过了 就是说 他放纵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北大传播 最终导致呢 他们得以以北大为一组点传播到全国 是啊 当然了 蒋介石也认为呢 这并不是因为蔡元培有什么政治倾向 是因为他太天真 单纯异想天开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认为 北大对学生的民主尺度没有把握好 变成了一种纵容 因为民主和法治是相复相成的嘛 北大当时很民主 但是缺乏制度的约束 这就导致北大的民主变了味 成为学生们单纯维护自己利益的一种武器了 嗯 没错 经过这次教训后 学生应该好好上课了吧 没有 为什么 经过五次运动的学生们更加无拘无束了 他们先是搞了所谓的民主管理宿舍 把宿舍搞成了不收费的旅馆 甚至把亲戚朋友都带到学生宿舍居住 这不违反学校的校规了吗 是啊 而且更夸张的是呢 他们已经开始连学校印奖议的钱都不付了 他们怎么这样呢 就是啊 当时的学生可不管这么多 其实北大学生上课的奖议呢 都是教员们印的只是收取学生很低廉的成本费 根本没有赚钱 而且呢 当时北大经费非常的困难 蔡元培甚至因为索要经费而宣布辞职 可想而知在钱上有多难 是啊 别说大学 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交学大费了 中共还说是义务教育呢 说的就是啊 可是呢 当时北大学生就是连印奖议的公稳费也不愿意出 蔡元培呢 这回倒是没有推荡 他坚持奖议钱一定要收 结果呢 学生们又联合起来闹事 还发动了罢课 那蔡元培怎么做的呢 蔡元培当时真的是忍无可忍了 他强压着怒火 顺着学生们说的民主态度说 你们能罢课 我们老师还要罢教呢 然后蔡元培就真的宣布 教员们也罢教 蔡元培真有办法啊 就是 可是呢 领头罢课的学生们听说蔡元培不屈服 气得不行 招呼了几百号人冲击校长室 甚至呢在门口打砸 啊 又这么干啊 是啊 看到这个情景呢 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蔡元培勃然大怒 他冲出校长室 对闹事的学生大声喊道 谁敢过来 我和你们决斗 蔡元培这样跟学生决斗啊 是啊 看着蔡元培气势汹汹的挽起袖子真要打呢 学生们开始打退堂鼓 可是呢 后边有几个人鼓动说 别怕 同学们 我们来扔炸弹 不是吧 真要扔炸弹啊 这下呢 蔡元培更愤怒了 他大声说 我是从手枪炸弹里边练出来的 你们要真有枪 有炸弹 拿出来对付我 看见蔡元培如此强硬呢 学生们很快就不吱声了 都散了 哎呀 真为蔡元培捏了一把汗 那后来呢 后来蔡元培通过这个事呢 深切感到 民主必须得有规则跟着 不能太放任 没错 后来他回忆说呢 废纸讲义废 这个事小 但是呢 破坏学校纪律这个事太大了 涓涓之水 可以汇成江河 如果这个风气形成了 会使全国的学校 共受其害 是是是 是这样的 一心想办纯粹教育的蔡元培 没有想到 北大的民主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成为兜售私货的武器了 尽管蔡元培因为没有经验 导致民主被滥用 甚至招来了陈都秀 李大钊等共产主义的倡导者 但是呢 这并不代表他对中共没有看法 实际上蔡元培和中共一直势不两立 蔡元培为什么与中共势不两立呢 他为什么要反共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请您继续关注 人物百家 邻国教育之父 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故事 好的听众朋友 今天蔡元培的故事呢 就给您讲述到这里 咱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见